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2021年最新的AMC12A出炉了 好,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份卷子 好,第一题 What's the value of这个? 那么就是2的6次方,那是64 减掉这个是248,加起来是14 然后减一下就是50 第二题 Under what condition is this true? A and B are real number 那两边平方一下 A方加B方等于A方加B方加2AB 那么所以AB必须是 AB必须等于0 而且不要忘了 A加B必须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 If AB等于0 而且A加B要大于等于0 答案是D 然后第三题和第四题是AMC10的题 大家可以去看我AMC10的讲解 好,我们直接看第六题 A deck of cards has only red cards and black cards The probability of randomly choosing card being red is 7分之1 那么rand就是7分之1x When 4 cards are added to the deck 4个加到了里面 Th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red becomes 1分之1 这个解一下 3分之1x等于4分之1x加1 那么12分之1x就等于12 12分之1x就等于12 第九题是AMC10的题 好,我们看第十题 A sequence of numbers defined by 第0,第1,第2 第n等于这个 What's the evenness or oddness of the triple number 2021,202,2023 那么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一下 第3是等于第2加上第0 然后第4呢 是等于第3加上第1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式字列出来的话 第一个0是even 然后后面两个是odd 那么下一个数字就是 even加odd就是odd 然后odd加odd even odd加evenodd加odd even 然后接下来even加even even even even加odd 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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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这个是odd 然后再是 然后它规律就出来了 你看到这里 就这里开始 eoo又开始出来了 那么所以是每七个数字一个循环 那么2021除以7 会算到 62 78 56 61 这个除以7 会算到 62 72 78 56 61 78 56 remainder5 会算到remainder5 那么相当于是567 那么567 那应该是even odd even 答案是C 好看 接下来第9和第10也是amc10的题 好我们看第11题 a laser is placed at point 35 画一下35 35 the laser beam travel in a string line larry wants the beam to hit and bounce over the y axis and then hit bounce over to the x axis then hit the point 75 它相当于是what's the total distance 它实际上是大概就是比如说画一下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点mirror到这儿把这一段移动到这儿 实际上它是一个完全对称的这样的 那么这个点就是-3 5 这个点是7 那么他们的total distance是10 然后因为是对称的那对半分是5和5 然后它的高度这一段是-2 它的高度这一段也是5 因为这点的point是5 所以那就是这一段是5倍根号2 这也是5倍根号2对称的 答案就是10倍根号2 好第13题 of the following complex number z which one has a property that g5 has the greatest real part 这个我们需要先来稍微讲解一下这个complex number complex number我们知道它是z 比如说它z在这儿 它是-嗯 它可以-它这个z是可以写成z的长度 就是这一段的长度是z的more 乘上这个cosθ加上i sinθ 这个它有个专门有个写法叫做cisθ 然后两个complex number相乘呢 实际上可以写成z的more乘以zr的more乘上cis 比如说这个z1的角度是alpha z2的角度是cisβ 然后这个这个的乘法它专门有个公式 cisα乘以β可以写成cisα加β 这个公式很重要大家可以去如果不知道的话自己去学习一下 那么这个就可以推出任意一个numberz 它的五次方complex number 可以写成它的more的五次方 乘以这个cis这个z它的夹角如果是θ的话 这个东西的五次方 那么这个它是可以写成cis根据上面的五倍的θ 这里我们就要用到这个这里我们就要用到这个这个公式 那么我们先把这五个点给它画出来 第一个是-2 第二个是-3i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长度也是2的 它的长度也是2 大家算一下可以发现它每一个complex number它的长度都是2 那么它实际上这里z的五次方都是可以写成32的 然后再看它的角度 第一个-2它的角度实际上对应的是π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根号3和i它对应的角度这个是一个30度 那是这边是150度就是六分之五π 这个对应的角度是四分之三π 这个对应的角度是三分之二π 就120度 这个2i对应的角度是二分之π90度 那我们需要算这个它这个5θ 对应的就是5π 然后六分之二十五π 四分之十五π 三分之十π和二分之五π 就换个颜色吧 三四五 它说has the greatest real part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cis我们知道可以写成cos5θ加上i sinθ 所以就说要这个cos5θ达到最大 那么我们知道就需要算一下cos5π是等于相当于是cosπ cosπ是-1 这个会算到-1明显不行 然后cos6分之25π 这个是相当于是cos4有6分之1π 那就cos6分之1π cos6分之1π cos6分之1π 6分之1π是个30度 就二分之3 然后这个c会算到四分之15 相当于是 嗯 减掉二π 四分之七π 四分之七π在 四分之七π是一个π加上四分之三π 在这儿 这个是会算出来 二分之更好 二分之更好二 然后这个会算出来是三分之四π 三分之四π会 会算到一个负的 然后这个是二分之一π cos2分之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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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2分之π应该是等于0吧 所以b是最大的 好看第14题 what's the value of 嗯 这个 那这个我们用changebase rule算一下就行了 这个可以写成log3k的平方 那么把k的平方拿到外面 除以log 嗯 5的k次方 底下是5的k次方 那把k拿到外面 那个这个把一个k cancel掉 就变成了这个 sigma k等于1到20 再看下一个 k等于1到100 这个可以写成 用changebase rule 那么就是log25 25 25可以写成5的2k次 然后把这个2k拿到外面 就变成这个 下面是log 这个是9的k次 3的2k次 然后把这个2k拿到外面 然后再把这个2k是可以cancel的 最后相当于他每一个都是这个 那么一共有100个 所以后面这个就变成了100乘上这个 然后前面呢 是相当于是1加2加3 一直加到20 乘上这个东西 log3除以log5 后面乘以100 再乘以log5 乘以log3 这两个cancel了 然后这个会算到21乘以20除以2 等于21 21乘以100 答案是1 所以他这个基本上用log的题 基本上changebase rule 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好我们看第15题 15题很麻烦 15题实际上我做了一下 我都不确定我做对了 然后一看答案确实是做对了 然后其实后面的16题反而比较简单 那15题我们看一下 Aquired director must select group of singer from his 6 tender and 6 baser the only requirements are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t and a 我们列一下吧 t and b must be a multiple of 4 the difference be a multiple of 4 and the group must have at least one singer let n be the number of groups that could be slack what's the remainder when is divided by 100 那如果remainder它是差 difference是multiple of 4的话 实际上第一个time difference是0是可以的 比如说有11个一个 个0个是不行的 1122 33 4 4 5 5 66 然后如果time difference是4的话 嗯 这边写一下吧 difference是4的话 可以是 他取0他取4 15 26 37 48 40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是5162 然后没有了 然后difference是8的话 那么只能是0和8了 然后我们要考虑每一种分别有多少个 11的话呢 这个是6乘以8 22的话是 6个里面选两个会算到6乘以5除以2 是15个 然后8个里面选两个是等于8乘以7除以2 等于28个 那就就是15乘以28 嗯 63的话会算到 等于6 5 4 3 2 1会算到20 然后83呢 会算到8 7 6除以3 2 1 56 然后64就是15 那我们把每一个都先写一下吧 64是15 65就是61就是666就是1 这个也是1 嗯 60是1 6 C61是6个里面选一个是6 62是15 63是20 64是15 64是15 65是66 66是1 60是1 然后84的话 8 8 84是876 5除以4 3 2 1 这个会算到70 8 4是70 85是83 就是56 86是82 就是28 这个84是70 85是56 86是 86是82 就是28 87是8 88是1 80是1 8 8 8 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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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36 28 70 36 这个是20 60 这两个加起来是30 这个是48 这个是28 这个是1 然后再考虑一下 48有两个 变成96 然后 这个是90 90加70变60 60加80变40 40变加30变70 然后再考虑两个36变成72 然后28 两个28变成56 最后再加一个1 然后这些个加起来是 这个 先考虑最后一位吧 12 加3 15 15 然后这个加起来 12 加14 26 260 15 14 不是 这是280 所以最后两位是95 对 这个题算了很久 都不知道确确定 是不确定算对了 网上也没有其他的答案 那就这样吧 反正答案是95 应该这样算是对的 好 我们再看16 17 18 分别是AMC10的题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19题 How many solution does the equation have in the closest interval 0到π?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只要2分之π乘以cosx 每次看到sin等于cos就有说sin a等于cosb 我们就有a加b等于2分之π 那么这个就是a加b等于90度嘛 那这个就等于2分之π 那就说明cosx加上sinx等于1 那么这个的话它是在0到π之间 我们可以两边平方一下 cos方加上sin方加上两倍的cos乘以sin会等于1 我们知道这个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就有cosx乘以sinx必须等于0 而且cosx乘以sinx是要大于0的 cosx加3x要大于0 要等于1嘛 那实际上这个等于0的必须某一个等于0嘛 如果sinx等于0呢可以算到0和π cosx等于0呢可以算到2分之π 但我们要保证它加起来是等于1的 0是可以的 2分之π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π的话会算到0和-1 会算到-1 所以π是不行的 所以答案是0和2分之π 所以是两个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